美国总统特朗普图圆,视觉中国,海外网11月21日电,当地时间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特别检察官提交了通俄门调查中相关问题的书面答复。 美媒认为,此举是漫长调查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似乎意味着,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通俄门,已经接近得出最终的结论。 综合福克斯新闻、国会山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的法律团队20日宣布,特朗普当日已经向特别检察官慕勒,迪加玛书面答复。 总统今天答复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给出的书面问题,这些问题与针对俄罗斯的相关调查有关。 他以书面形式做出回应。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斯库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另一位律师朱利安尼则补充说,从一开始我们的立场就是里面的许多问题,引起了严重的解法问题,超出了合法调查范围,这仍是我们今天的立场。 他还提到,特朗普在相关调查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配合,包括向穆勒提供了30多名证人,140万页材料,以及次次的书面答复。 现在是时候让这项调查结束了。 朱利安尼说,真的通俄门调查,特朗普20日下午也做出了回应。 书面回复,都已经在昨天完成了,现在了已经在律师手中了,我在其中,没有任何的勾结行为。 而在上周末,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抓导时强调,书面答复内容全部由自己决定,他只是团队写下所有我告诉他们的东西, 但他强调,可能不会与特别检察官穆勒亲自面谈,因为自己的律师担心,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伪证陷阱。 即便特朗普所述属实,一旦他描述的事件版本,与其他证人不同,就足以处罚刑事诉讼。 我们已经浪费了足够的时间,在这次的政治迫害上,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完成书面答复。 特朗普在当时这样表示,我们给很多问题提供了非常非常完整的答案,我甚至不应该被问及这些问题。 我认为这些答复足以解决问题,我希望会是这样。 美国中文网指出,2017年5月,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式接手了通俄门调查,而特朗普的律师与穆勒团队,关于美国总统是否要接受面谈的谈判,已持续了到半年。 双方在今年1月,几乎已经达成协议,但最终破裂。 穆勒团队于9月初,统一接受来自特朗普的书面答复,问题主要聚焦地调查特朗普助理,是否通俄以及俄罗斯选选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 就通俄门一事,特朗普多次表态称其进选团队没有俄罗斯政府勾结,他本人也从未干预司法。 特朗普,民主党若在通俄门上做文章,将奉陪到底特朗普,就通俄门调查一事划出底线。 他表示,如果民主党想在此事上做文章,那么,他将奉陪到底,并如着手调查民主党人性漏机密信息。 特朗普,再次强,要,他没有俄罗斯和谋干扰总统大选,相关调查是骗局,完全是浪费那税人的钱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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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